好了 第一个算结束了 那么接下去要回答 我们佛有的问题也是非常有趣 接下来台长就开始回答问题 师父您好 您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农天护法菩萨 感恩诸位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弟子有以下四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指点 一 同修把在心灵法门共修会认识的一些同修 拉进一些不是心灵法门的日常生活家常群里面 里边带有婚时照片的群 是否如理如法 有没有业障 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 要遵照佛法的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什么恶意 没有影响到佛法 他愿意拉到这个群里 大家聊一些不要很肮脏的事情 不是劝人懈怠啊 或者对这个社会没有利益的事情啊 只要不说这些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个朋友圈也没有关系 只是他不够精进而已 只是他不够精进而已 我就问一句话 第二个问题 请问一个修得很好的人 甚至开天眼的人 还会误解他人 是因为前世冤结吗 误解了他人是否会有业 如何化解一个修得很好的人 对自己的误解 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我假设 你说的他误解别人 你是对的 那么我首先说 这个人就不算修得很好 修得很好的人 这句话你已经有个定义了 他是修得很好的 如果他经常还误解别人 没有好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他就不算一个修得很好的人 不管你开什么眼 你记住一句话 只要正的永远是正的 不正的东西 就不算他很好的开悟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有一个人说法 经常跟人家讲 你看你们不要杀牛啊 什么叫邪法 我讲给你们听 不要杀牛啊 杀牛以后要投牛啊 你杀狗啊 以后就投狗啊 他说 那你杀人啊 你去投人啊 这就叫邪教 邪法 听得懂了吗 所以一个人经常说人家不好 这个人已经不是学到正法了 所以一个人学正的人 心中永远有慈悲 不应该去说别人不好 可以解释 但不能去攻击别人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请问如果同修有些自存的小房子 而没有尽力帮助组里需要住原小房子的同修 是不是会使境界达不到无私无我 从而下降 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不起 没听见 就是说有一些同修 他自己有很多自存的小房子 但是组里呢 有需要 特别需要住原小房子的同修 他没有去帮助他 那这样他的境界是不是下降 也不算境界下降 也就是说 他学小乘佛法 保住自己也可以啊 那对不对啊 他学那个阿罗汉果 他得阿罗汉果 他能够保住自己不犯错 他自己念经 他就是没有出来救度别人 这就是也不能算他境界不高 也就是说 他应该更精进努力 能帮助人家多帮助人家一点 这是应该的 谢谢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精进望我的弘法 有些同修没有度人环境 或没有创造度人环境 但是对白话佛法理解很好 讲得很好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两种情况是否都可以修成 理论家 实践家 都能修成 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 不管你是行 还是你是想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不能造新业 如果你今天懂佛理 但是从来不造新业 你一定能上去 如果你今天就算不懂佛理 你好好的去帮助别人 做善良的一个人 你不做坏事 你也能一事修成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最后弟子预祝师父 马来西亚吉隆坡法会 圆满成功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谢谢师父 谢谢菩萨 师父好 非常的法喜 我们又在这儿见到师父了 和师父在一起 我们真的法喜充满 感恩师父给我们增加智慧 让我们学到更多的佛法的知识 开启了我们很多智慧 感恩大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慈悲又辛劳的师父 弟子呢 有以下四个问题 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一位同修 之前是修净土的 后来呢 转学了心灵法门 但每当他要念小房子的时候 他要听到药经者 不准他念 要念阿弥陀佛 请问这位同修应该怎么做呢 请问是不是他的要经者 不要他念小房子还债呢 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如果转法门 实际上法门之间要相互爱护 相互帮助 2500年前 佛陀把佛法传到在印度弘扬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各种的教派 他们也排斥佛法的 所以这种第一要坚持 第二要相互取长不短 我认为不管学哪个法门 你就把每一个法门当成一个医生 都能治你的病 每一个法门都是很好的 只是你适合哪个法门 如果你今天要学心灵法门的话 你可以好好求观世音菩萨 跟菩萨讲 我要念那个小房子 我希望我能超度我的一个亡灵 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亡灵跟他讲 说我愿意 你要帮我念那个阿弥陀经的话 那就帮他念 没有关系 我们法门不分家 都是学佛人 所以有的时候 灵性他需要一些什么 你可以满足他的 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以后呢 可以跟南京菩萨求一求 如果不管转什么法门 都要诚心地求菩萨保佑 能够让这个灵性能够离开自己 不要来干扰我的生活 让我能够有一个平安的一个生活来度过 其实这个就是靠你的智慧 而且要坚持 明白吗 明白师父 也就是我们还是一样 要跟观世音菩萨许个愿念 就是许个愿念一定数量的小房子给药经者 一定要 没关系的 而且 而且他如果愿意念 阿弥陀经 没有关系 实际上台长 并不是说 不许你们念其他的经 从来没有 我告诉你们 不同的经 有不同的法门 这就是 每一个法门 不可能把所有的经 都念完的 就是这样 只是 对症下药而已 所以 如果你愿意念一些大经 有的是有大愿的人 才能念一些大经 因为出家人念的一些经文 我们在家居士 你没有这个大愿 你念下去之后 你就不如出家人能够念得这么好 他们有愿力 你们没有这么大的愿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请问师父 面对心魔时 在不能自己解决的时候 我们可否求菩萨慈悲 将我们做的功德 如法会义工的功德 当职义工的功德 等等 求求菩萨帮助我们 消除心魔 完全可以 要记住了 不管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都要求菩萨加持 如果除了念经之外 效果还不好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自己的功德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拿出自己的功德 来抵消你的业障 这个是最快 最好的方法 就怕你们 没有功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有些师兄发掘 学佛念经之后 皮肤的肤色 开始有光泽 而且呢 有些黄皮肤的师兄 脸上的皮肤呢 就是黄气就消掉了 那皮肤呢 开始变得又白又亮 耳垂呢 也慢慢地长大 但有些师兄的肤色 还是灰暗无光泽 这样的分别 是否因为修行上的差异 或是有些师兄 多度人背了业 和他本人的功德 有没有关系 记住了 如果正常的学佛人 吃素念经许愿 他的肤色一定会改变 他的耳垂一定会大 但是有些人没有 有各种原因 并不是他不努力 可能他过去的冤结 过去的业债太重 他不停地在还 等着他指日可待 他的皮肤一定会好 一定会有光泽 菩萨天天加持 怎么会不好 就是昨天观世音菩萨 我带大家在磕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来了 而且生出了千手千眼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而且菩萨还撒出 很多的曼陀罗花 那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 有很多人都看见 现在知道了吗 感恩观世音菩萨 有时候就是加持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心来学佛 改变自己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菩萨加持我们时 有的时候是会发麻 有时是发热 菩萨是不是根据个人的身体 还是根据个人的功德 而受到不同的加持 加持有分力度吗 请师父慈悲开始 加持分密度 菩萨是大爱 是平等心 我问你 太阳照下来 太阳有密度吗 平等的 但是照在每个人的身上 有的人感到热 有的人感到不热 是你们接受的人的感觉 并不是太阳 有没有密度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祈愿 我的问题问完了 祈愿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加持我们的师父 祝愿师父明天 后天的大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让更多的有缘人 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台长师父好 你好 给台长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慈悟 卢君宏台长 地址有以下几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孩子和父母 该如何念经 如果孩子和父母 已经不住在一起 还需要念经吗 如果需要的话 该怎么样念呢 我首先问你 你感觉到孩子跟你有课 那么说明你已经感觉到了 虽然不住在一起 气场照样影响 我问你 难道你恨单位里的人 单位里人跟你住在一起吗 对不对呀 对 但是你回到家 你照样很恨他 对不对呀 是的 是不是远距离 照样会造成伤害啊 对 讲起他就不开心 想起他就恨 这是不是没有见面 照样有冤结呀 对 那么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就是孩子不跟你住在一起 你也要念 解节奏 帮他化解 缘解 感恩台长 孩子在和别人玩时 不能正确的理解别人 容易发生冲突 比较霸道 这种情况该如何给孩子念经 首先 孩子的霸道 一定他的爸爸妈妈当中 有一个或两个都很霸道 从小学着 生出来 爸爸妈妈是他第一个老师 所以 先朝自己身上找毛病 要好好教育他 自己就先要改 爸爸妈妈都说 孩子啊 不能霸道 爸爸妈妈过去也是不讲道理 跟妈妈吵的时候 跟爸爸吵的时候 都讲了很多不好的话 你不要学我们 否则你会吃亏的 现在这个社会 人很难弄 你霸道 比你霸道的人更多 所以 一定要学会 叫平等心 要慈悲心 不要霸道 因为 有理是通过你的嘴巴来讲的 而不是靠你的行为来争的 所以我们说 有理不在身高 所以要好好地学佛 不要去跟人家争 不要跟人家抢 人家反而看得起你 越争越抢的人 人家反而鄙视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问题二 上香的时候 在佛台前 和菩萨说的话 是不是应该想清楚了再说 而不是像平时说话那样 想起来什么 就说什么 是不是上香时 在佛台说的话 都算做发愿 如果没想清楚 说了很多 后来自己都忘了的话 是否算做违愿呢 是啊 一个人讲出去的话 过去 一言击出四马难追 所以过去哪有律师这个行业 大家都是讲话很想信用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不讲信用 所以才有律师 对不对 所以要记住了 讲话跟菩萨讲话要特别 更要注意 你讲的不如理不如法 护法神都会不开心的 所以做人讲话 要对人家负责任 今天你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你乱讲话 你不通过脑子乱讲话 那你求什么 所以必须要认真 本身求菩萨 就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 如果你不好好讲话 那你就是违背了自己 很认真的心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台长 问题 问题三 同修做厨房工作 每天工作需要必须品尝菜的味道 同修本身已经吃素 如果同修在尝完荤菜的味道之后吐出来 这种情况算不算吃全素 可以发愿吃全素吗 应该可以的 因为它没吃进去 它就是taste 就是尝了一下 对不对 对 我都不知道 你就不要吃进去 手指 对不对 马上水呼一呼吐出去 那我觉得也没有吃进去 对不对 因为心中有佛了 我又不想吃 工作尝一尝 吐出去 输出口 那就算了吧 对不对 给人家一个随缘的机会吧 对 感恩台长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会努力修心修行 并以慈悲为本 度人为主 弘法力生 不辜负菩萨妈妈的慈悲加持 和护佑 不辜负恩师慈悲的教导和厚爱 感恩台长 感恩大家 谢谢 所有在场的法师们 福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他准备做报告 弟子黄云燕 现在有四个问题 请师傅 持逼开示 我准备好你这种普通话 我准备好讲半小时 稍微讲得快一点好吗 好的 第一 同修 米猪 烧给自己要经测的小房子 至少21张以上 米天利夫的功课是五遍 但是同修 连续两次尝试把 利夫大战绯闻攻克 从五遍加到七遍 以后就会三病 师傅 师傅梦里告诉这个同修 他的业障比例 已经低于10% 请问师傅 为什么同修在小房子 适量保证的情况下 加了礼夫大战绯闻的边事 就生病呢 同修把礼夫加到七遍 米天就生病 跟他业障比例低于百分之十 有联系吗 你讲完了 我来回答了 礼夫大战绯闻 不能念了太多 要激活的 所以念正常的功课 身体没有问题 礼夫大战绯闻 一念之后 你可能就要提早还原亲在主的账 所以身体就会不好了 回答完了 谢谢师傅 祝你开示 你哪个国家的 毛利求师 哦 毛利求师 怪不得的 毛利求师 能够讲得这么好国语 很不容易 继续讲下去 稍微快一点好吗 问题二 我们当地的餐馆都没有 对着话同一点 我们当地的餐馆都没有 剥涉的动物 都是冰冻的 一些新童修是自己开餐馆 或者是家里有家宿做餐馆厨师的工作 目前都无法放弃这份工作 请问师傅这些同修 应该加强那些方面的经文 你讲的问题很好 一般的餐馆 如果不做活的海鲜 还液胀少一点 但是做冰冻的 时间长了也不是很好 但是要做冰冻的 就必须要念晚先就 晚先就念了之后 也要把它们超度 慢慢地修 回答完毕 谢谢师傅 师傅开始 问题三 如果同修的亲兄弟父姐妹 做不努力不努力 对着话同一点 问题三 太想了 问题三 如果同修的亲兄弟父姐妹 做不努力不努力的生意 赚了很多钱 但是同修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 请问同修 会帮助不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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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意的兄弟姐妹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只要他帮助他 帮助他的不努力不努力不努力的兄弟做事情就会悲烟 如果他没有帮助他就不悲烟 大概贝业的比例会是多少 大概贝业的比例 因为你没有贝业 因为是他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如果你帮了 你帮多少 你就贝多少 谢谢 同修应该怎么样 跟菩萨求佛怎么念经来 避免贝业呢 不要帮他去做 然后就求求菩萨 保佑让我的兄弟能够开智慧 不要去做这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然后菩萨我也不帮他贝业 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业了 谢谢 谢谢师傅 问题是 怎么刚刚不是些事啊 还有啊 还有一个 师傅最新开示 念大吉祥天理著 可以求贵人缘 可以求什么 贵人缘 哦贵人缘 是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念解结咒可以帮助我们发解恶眼 结交善眼 请问师父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你解节奏就是帮人家化解冤结了 你化解冤结了之后 人家跟你不做冤了 人家不就给你好了吗 好了不就是成为你的贵人了吗 本来是冤结 现在人家给你好了 好了就帮助你了 这两者之间 你只要是冤结 你只要对人客气 人家就是你的财源 对不对啊 对 谢谢师傅 慈悲开示 我一直很慈悲的 我非常慈悲 我要继续慈悲下去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们共修子一定会努力红华 办好观音堂 恭喜你们 你们已经有观音堂了 毛利求斯 会继续办更大的 哇 他说会继续办更大的 毛利求斯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非洲的一个岛国 非常漂亮 那里很平安各方面都很好 以后他们邀请师傅到 毛利求斯去开法会 台长邀请你们 非洲从来没去过吧 但是毛利求斯非常好 很平安的 没有什么争斗的 所以以后邀请你们一起到那里去 开法会参观玩玩 对不对啊 恭喜师傅 早日来开法比 他改的都蛮快的 改来不用玩 我的问题完了 谢谢谢谢 你看多好啊 你看学佛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师傅好 弟子给恩师团长请安 问题一 同修有一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他本人只能戴隐形眼镜 普通的眼镜 一戴上五分钟就开始头疼 疼得受不了 而且也配了好几副眼镜 都是同样的结果 这从佛学来讲 是什么原因 你说他是隐形眼镜痛 还是戴外面眼镜痛 戴外面眼镜 只能用隐形眼镜 对 戴外面眼镜会痛 对 配了好几副眼镜 我告诉你好吧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人家配眼镜的人水平不高 很简单的道理 眼镜配上去痛 就是没配好 你痛不了 我不痛 有什么关系的 眼镜质量不好 还要问我 看毒疼 一看 嗯 蛮好 听得懂吗 知道了 眼镜不好 配的不够 合适 就像一双鞋子一样 穿在脚上不舒服 是灵性吗 不是 鞋子太小 叫他另外找 配眼镜的医生去 叫他再去找一个 好一点的配眼镜 是就可以了吗 好 傻傻的 因为有的时候 新的眼镜戴上去 头会晕的 而且有很多眼光 是验的不是太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新加坡有个佛友 验眼师去找他好了 好的 他验的很好 免费 好 问题二 问题二 对不起 突如其来 人生就像脑电波 心电图一样 永远是上上下下的 你们记住了 三年一转运 五年一转运 如果三年当中都是倒霉的 你三年第四年 你等着一定会转运 一个人人生 再苦的人不会一辈子苦 再有钱的人 也不会一辈子有钱 所以要记住 上上下下那是正常的 只是在下的时候 你要坚持住 要有好的心态来维持 在不好的时候 你要努力念经 在好的时候要低调 能够让自己心态平衡 多为自己以后不好的时候 积累一些功德 感恩师父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南无大此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一菩萨 感恩师父 祝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 关心菩萨 感恩诸位 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我最爱的师父 感恩所有心情的义工们 弟子有以下问题 想要问师父 问题一 很多时候人的身体状况 比如遗传性 胆固醇 心脏病 乳癌等疾病 在英国轮回来说 那些有类似果报的人 在人间是否会以基因 分配来投胎呢 因为有些人得恶病时 被说自己的病 是因为业障果报时 有些会说 那是因为家庭遗传 请问这个果报 跟我们所谓的基因 分配来投胎 有关系吗 请师父开始 记住一句话 任何事情 有因有果 哪怕家里遗传 也是因为家里人的因 造成了你遗传的果 记住了 任何事情 它是很复杂的 不是某一方面造成的 比方说 你今天有肝病 你的家里遗传是一个 第二 你在人间喝酒 很多人糖尿病 爸爸妈妈给他遗传糖尿病 但是呢 他自己又喜欢吃糖 造成了糖的爆发 对不对呀 那么怎么样来分配 你为什么会有糖尿病 因为 或者你为什么肝不好 因为你的上辈子 没有好好修 你害人家身体不好 你这辈子会投胎了 一个爸爸妈妈身体很不好 有遗传病的人家里 菩萨也好 下面也好 并不是菩萨的所为 这是天律和地律 他给你的报应 就是让你投胎 一个家里 不健康的人的家里 这是 但是如果你很当心 从小就很注意 身体健康 修心学佛 你可能你的糖尿病不发 或者你的肝病 就不喝酒 就没有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傅 问题二 一个人遇到的魔考 和境界的提升 考试多少 难以程度 是否有根据 这个人的根基 和境界的决定呢 魔考 很简单 你不接触魔 你就少魔考 你多接触魔 你就多魔考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我不打麻将 你就不会被迷进去 你不吸毒 你永远不会变成 这个有魔 人家说毒魔在你身上 道理都是一样 不去接触他 你就少一点 你不跟这个人 经常自私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很自私 你经常跟这个 很坏的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跟他学坏的 所以要怎么样来 避开这些魔考 实际上少想魔的事情 少做魔的事情 不要去想 不要去做 不要去接触他 那就是少魔考 所以为什么法师 过去的庙都在山上 他就是要离开人间烟火 让自己有个清静的环境 天天鸟语花香的 坐在那里打坐念经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跟师父的慈悲开示 问题三 在人间想要证得佛果 是不是必须要看破 十恶因缘呢 记住了 不单单是十恶因缘 要施善 去施恶 而且要守戒 守八戒 守五戒 要记住了 所有的善都要做 所有的恶都要去除 做个好人 你就是人成 就是佛成 所以想成佛 就要处处 言于利己 不做坏人 做好人 用白话佛法讲就是 不做坏人 做好人 感恩师父 很多人 就是没有不修 也没有不学 但是莲花也掉下来 因为他们不经济 所以要鼓励他们 好好念经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需求 我们就需要他念经来保护好自己 让自己家里不要有烦恼 不要有困难 不要有灾难 就好了 如果今天 在地震的时候 他不会念观世音菩萨 那怎么办 他念了观世音菩萨 说不定他把整状大楼 都是因为他念经保住的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感恩师父 问题五 如果平时只念功课小房子 偶尔出来和大家一起红法 不看白话火宝 不听录音 这样的童修最重能修出六道吗 不一定 他如果只要好好地念经修心 他在家里 他照样可以修好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由于老妈妈 连字都不识 过去自修 念 Omani Bami Nyo 最后那个字是 口子变成牛 他应该 Omani Bami Hon 他就念成 Omani Bami Nyo 他照样到圣文道 到天上去 为什么 他从来不做坏事 他心中一颗善心 而且他不停地在念经 菩萨不会因为你念错一个字 而不来接你 好人 一生平安 好好地做好人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六 师父开示过 三六九 过于是天律 每个人都要经过 至于劫难的大小 根据自己的业障大小 为什么有的人 三十三 三十六 三十九 不但没有倒霉 还很顺利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 他大事化小了 大事化小了 所以他就看不出有结 明白了吗 还有一种原因 他真的是化掉霉了 有的 但是会小小的摔一跤了 碰一下了 他就没感觉像个结 有的人的结太大 过不去 他就感觉有像结了 记住了 结一定会有 只是你大事化小 因为你功德大 你常做善事 你就不会有灾难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讲 叫一善 结百哉 你们脑子里想一个善念 你们做一件善事 一百个哉 都能化解掉 感恩师父 问题八 要不以下的态记 你怎么这么多的了 每个人以后要规定他们 四问题七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 太多了 一个共修 每个国家只能问一个 问三个四个 你这个问题把我第一次听到 从来没听到这么多 给人家问问了 好好好 当然师父之辈 乖一点 感恩 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 恩斯 断血淹 也确定自己这辈子 不会有男女之士了 他想问 他现在可以许愿清修吗 会不会一许愿 这方面的业障 报得更快了 许愿清修 要有 坚定的信念 要真的克制得住 如果环境不允许 我劝他 先不要许 如果比方说 他还是单身 他完全可以许 对不对啊 如果他还有先生 你许了这个愿 你不是给自己 找麻烦吗 对不对啊 如果你先生也是 许愿清修的 那么你们两个人 一起清修 那就可以 所以 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去 先许 我觉得做不到 给自己创造一些 不好的境界 会让自己伤害到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二 同修家菩萨像 请来时 没有手拙 请问可以给菩萨 打一个金手拙吗 这个倒是很重要 就菩萨这个 每手拙都难看了 再打一根项链 给菩萨挂上去 哎呀 手拙项链 再把菩萨的手 这么 你看多好看 聪明啊 你想出来的 对不起师父 同修想的 叫他好好的 正心正念 听得懂吗 菩萨了 菩萨是不在乎 人间任何东西的 因为菩萨知道 人间什么东西 都带不走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三 有同修 一直把姐姐 咒中的 我今未如 姐经扎 中部未如 姐经扎 那姐和 姐念成 我今未如 姐经扎 中部未如 姐经扎 两个字都念成 姐 请问师父 这样经文 还有效吗 菩萨都知道 自己要改掉 鼓掌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 问完了 祝师父 马来西亚法会 圆满成功 祝入更多 永远中生 感恩师父 他们都是欧洲的 有的都是美国的 他们的台长 到哪里开法会 他们就跟到这里了 这些孩子都不容易 来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这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 恩师慈父 卢金红台长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请师父慈悲开示 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开示过 夫妻往生后 最好不要合葬 因为各有归属 请教师父 那么烧给亡人的小房子 是不是不要再灌上 夫妻比较好呢 首先 师父不记得讲过 不要合葬 听得懂吗 是 夫妻合葬是可以的 只是根基不一样 只是说一个走了 不要把一个还没走的 先放在边上 不是合葬 是不要把两个木序 先造好放在一起 听得懂了吗 是的 谢谢师父 你们经常这么 这个这个 讲我 搞错 其实你们都搞错 要记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这个亡人走了 最好把父亲的名字拿掉 因为挂着这个名字 你就带着他的阴气 没有办法 人死了就是鬼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去台湾的庙宇参拜 经常会有所谓的 平安符之类的节缘品 休息了心灵法门后 是否适合拿这些节缘品呢 那之前拿过的 要如何处理 很简单 首先不要说人家所谓的 这个字不好听 平安符也好 人家给你的 这个这个 降符给你 对不对啊 那都是好事情 感恩人家 先挂上 先带上 没关系的 对不对啊 然后回家之后 也是恭恭敬敬的 放在一边 放在厨体里了 不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好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如果有师兄 以前在观音堂值班 后来因为个人原因 不适合值班 所以请他在家中自修 没在值班 但也常来观音堂 收小房子 每次来观音堂 值班师兄 还是热情的招呼他 但是对方 都是冷漠相待 自从不值班后 来观音堂礼佛时 常常在佛台前 一跪就是十几分钟 手一直摸肚子 然后就不停地打嗝 犹如神佛 被灵性上身一样 有时候 佛友本来也跪着念礼佛的 看到他那样 就感生恐惧 害怕地站起来离开了 只要不进佛堂 就不会打嗝 在此 请问师父 这种情况 值班的师兄 要如何处理 是请他离开 还是随他 如果随他 怕去影响到 其他的佛友 如果请他离开 怕得罪他 造成对方 对于值班师兄 更加的怨恨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首先要确认他 首先要确认他 师父走偏了 如果他弄得像神婆一样 那就影响别人了 他一跑到观音堂来 跑到这里来 肚子一摸 然后灌在 你说说看 这不是神婆了 那怎么可以啊 那你就 我问你一个游泳池里的水很干净 人家都来游泳了 来一个身上都是长满界 长得来游泳 他游过泳了 谁还敢游啊 就请他回去 好好在家里修 听得懂吗 但是要确认 人家的确 已经学其他的东西了 或者不适合在里边 这么来了 听懂吗 不停地打嗝 这肯定有问题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台长帮你们看图灯 之前有没有这种了 想一想就好了 如果我有这种 你们保证下来都跑掉了 明白了吗 好了 感恩师慈父 卢居宏台长的慈悲开示 妙语解惑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南无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更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 朋友们 义工们 法师们 你们辛苦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管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法师们 各位佛友们 请问 这次参加法会 如果想要给快要出身的宝宝 得到加持 除了带孕妇照片外 还可以把准备好的宝宝 那衣服也带到法会加持吗 请师父 只会开始 还好就一两位 如果有一千个都要出身的孕妇 把宝宝小衣服全部撂在那里 那不叫开法会的 那叫服装展览会 想一想就知道 实际上这种加持最好 就是从心里 可以比方说 有名字的 就可以用名字加持 没有名字的 他的妈妈 可以拿他妈妈的照片 一样的 母亲平安 孩子就平安 母亲自己生孩子有问题 孩子出来 一定质量不好 好好地念经 我告诉你 加持量很大 很多事情 我不能多讲 你们自己信中最清楚 台长的法身也经常到你们梦里来加持你们 我今天随便讲一讲 你看好了 我是开法会加持 很多人根本连问都问不到的 但是台长到梦中就给他加持 你不行了 你们看一看 那做梦做到台长的人 请举手 你们大家看看 有多少人 放下来 我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你们如果好好修 我一定来 对不对 帮助你们 你们一定好好修 菩萨一定来 如果你今天是个好人 你的亲戚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来 道理都是一样 好好的对人 宝宝加持很重要 要给他妈妈 如理如法的多念心经 其实宝宝出生 最重要的是心经 还有大悲咒 记住了 大悲咒跟心经 都是宝贝 好好地念大悲咒跟心经 一切平安 感恩师父 如果自己许愿 把自己的功德 拿出来一半 给某一个家人 请问是在自己许愿之前 自己所有的功德的一半 还是以后所做的 所有功德 也将会自动地 划分一半 不会 因为你还没有做功德 所以你讲的话 也不会划过去的 你说你许愿 把功德给他一半 那是因为 你已经有的功德的一半 不会说你今后还没有做 以后做的功德 一半会自动划 不可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刚才师父慈悲开始 请问师父 西游记里最后一集 师徒过 唐僧说 悟空 这屋底的船 怎么能渡人呢 斗战胜佛说 师父你没听见 无底的船而好普度众生啊 为什么无底的船而好普度众生 有什么含义吗 想想看 菩萨就像法船 船离得开水嘛 对不对啊 船 法船并不是一个 无底的 它指的是法船 大的无底洞一样的 所以苦难众生在水里 菩萨离不开水 菩萨在救度所有的人 无底洞就是菩萨 无量无边的救度众生 感恩师父 那我们心灵法门的船 也是无底洞的法船 很大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一只师父 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 度更多有缘众生 谢谢 感恩 保重 保护好师父 你那个身体 谢谢 弟子给师父请安 弟子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有一位同修 闷到观音堂厨房 有其他同修买的 很多的龙虾 散背 水虾 等活海鲜 同修很生气 请义工把这些活物 运到海边放生了 放生那个地方的水 就慢慢流进 观音堂的厨房 同修觉得 整个人轻松放下了 请师父慈悲解闷 感恩师父 记住 这个 就是 应该说帮你放生 你自己 你们心中 一直想着要放生 放生 放掉了 轻松了 实际上 就是说放生 还是有效果 他们放生不错 感恩师父 问题二 有佛友 住在老年公寓 不能点香 但是很想设佛台 是否可以上新香 还是不设佛台 用附身卡 每天对着念经行 如果老人公寓 一个人住 设个佛台 最好 我可以告诉你 菩萨不会嫌他脏 嫌他臭的 你记住我一句话 菩萨根本不会到 他房间 只要在他的上面 照看他 我告诉你 他就得到很多的加持 你记住一句话 任何事情 只要心到 佛到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三 师父在白话佛佛中 告诉我们 经常若有守物 可以帮助开启 我们的悟性 但是有的同修 在尝试 若有守物的时候 经常会杂念纷飞 请问师父 如何在若有守物的同时 去除杂念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首先我不知道 什么叫若有所物啊 我怎么跟你们讲的 若有所物啊 就是好像 像开悟一样啊 应该是 应该是 人家若有所思 若有所物 若有所物 那是还没开悟 想开悟没开悟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记住了 这个算什么了 我觉得 你刚刚问什么问题啊 若有所物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在白话佛法中 例如有一句 师父讲的话 然后他好像是 那是见悟 好像明白了 若有所物 好像明白了 其实没明白 好好修 好了 感恩师父 记者 预祝师父明天 马来西亚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 那么大志大悲祝福 就能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万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即农天护法 感恩师父 你哪里的 美国的 你看 我就知道 农天护法了 农来了 美国哪里啊 纽约 纽约的 明年到纽约去 今年到欧洲去 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啊 好 感恩师父 你们很乖 明年师父 还是去看 万人法会 才知道 法国也是万人法会 所以希望大家 要好好努力 去吧 好 感恩师父 师父好 给师父请安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 龙天护法 一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师 卢俊红台长 弟子下面 有三个简短的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一 有些师兄 自己不愿意结婚 但家里人 逼着他要结婚 请问师父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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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缘 他 不想结婚 家里人 逼着他 逼着他结婚 如果家里的压力大 为了不得罪 家里的人 结咯 对不对啊 如果他能说服家里 那就不结咯 如果他的家里 本身已经吵得 一塌糊涂了 你就说爸爸妈妈 你要我结婚 跟你们一样啊 对不对啊 是 就这么简单咯 你能说服他们 不要结 你说不服他们 不要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结 找得到好的 结 找不到好的 脱 感谢师父 词不开始 问题二 请问师父 名字起得不好 是如何影响命运的 名字起得不好 我不讲中国人的名字吧 我讲西方人的名字吧 你比方说 你的名字叫 爱马 你天天爱骂 有个外国人就叫爱马 人家天天骂他 有的名字怪怪的 有的名字 出来的名字 档次不高 你比方说 有些高贵的名字 和档次很低的名字 那级别就是不一样 你好好的人 会叫一个怪名字吗 是 对不对啊 告诉你的 名字很有 很重要的 有的人名字 生出来 就是怪怪的 爸爸妈妈不懂事情 我帮很多人 给我名字看 这名字讲出来 真的怪得来不得了的 里面还带个屎啦 还带个什么啦 还带个什么名字啦 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永远不把人家 不好的东西放在心里 我把你们好的东西 放在心里 感谢师父慈悲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 请问师父 如果不学佛 人的命运是一世注定 还是两三世注定呢 不学佛 轮回 因为很难掏出六道 你就算一辈子做好人 你可能到天道 听得懂吗 如果你今天 一直做好人 不学佛 你下辈子怎么偷一个好人家 有钱人家 如果你这辈子学佛了 你就有机会 超脱六道 做菩萨 你至少学佛 学得差一点 你不伤害了别人 那你就是身闻道 圆觉道的菩萨 那也是超脱六道的 所以一定要学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再次感恩南摩大刺阿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 卢君洪台长 公主 基隆坡法会 师父 基隆坡法会 能够圆满成功 最后 请师父保重身体 您的法体安康 长久注视 是我们千万佛子的福分 和共同心愿 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卢君洪台长的慈悲开示 师父慈悲 心细悲苦众生 特别安排家出 为重病佛有看毒疼 让我们再次感恩 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精堪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无我离她的 陆君洪台长师父 提醒我再次跟师父请安 我的妹妹是个重病的 乳癌 转移 现在转移到 七几年 不用不早讲的 1971年 属猪的 一讲属什么嘛 我就知道了 乳癌已经动过手术了 是的 割掉了 身上好几个部位都有癌症 癌细胞 肠胃 肝这里都有 是的 肯 肯 肯关心 菩萨 妈妈肯 肯掌 我告诉你 你的妹妹过去有杀业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她伤害过一个人 是个男的 在她身上 你叫她自己讲 有没有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婚姻上 把一个男的 抛弃掉 说实话吧 有 现在这个人 不管是死是活 他身上有个灵性 很厉害的 附在你身上 所以 整个附在你的 从脖子开始 一直到你后背 所以你的脖子 后背都非常痛 是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腰 左面 左肾 不工作 非常的酸 而且小便 非常不好 是的 你现在的肝 它腐疏进去了 癌细胞 渗透进去了 非常麻烦 现在 有 站位性 病变 也就是说 渗进去之后 有 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有 黑的东西 堵住了 所以你这个肝 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不工作 请师父救救我 重病的妹妹 感恩师父 她不但肝不好 现在 癌症过来 她过去妇科 也一直不好 是的 念经了没有啊 念经了 吃全树了没有啊 有许愿吃全树 放生放了多少条鱼啊 两万五千条左右 念了几张小房子了 有结缘家自己念的 大概八百多张吧 自己念了多少张啊 我不知道耶 不清楚 没有 还没有一百张 有超过了 早就超过了 不行啊 实际上 只收到三百张 现在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这个问题 赶快要许大愿 如果你不许大愿的话 最多六个月到八个月 会走人 了解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可以告诉你 医生也会告诉你 这个时间的 是的 鼓掌 明白了吗 明白 台长可以告诉你 你从现在开始 第一 好好调养 第二 要真的许愿 嗯 是的 一般的来讲 多喝水 接受医院的治疗之外 你可能现在要做很多的 这个化疗和放疗 是的 但是你要是做到 第八次的时候 你会明显好转 那就是菩萨救你了 我想 你告诉我 你数什么的 这几年呢 1971年的猪 我再看一次 1971年的猪是吧 是的 已经帮助你了 你做梦做到过一次 有一个 好像像天上的 天上下来的一个东西 一个光亮的东西 你有没有做梦做到 你记得咯 人飘飘的 我都睡都睡很前 嗯 已经给过你加持过一次了 有比较好一点 看见到不了 是 有比较好一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跟一个护法神 关系蛮好的 这个护法神 你从小就求的 可能是 观地菩萨 哦 是的 谢谢师父 我告诉你 观地菩萨非常好 观地菩萨 这次到马来西亚 比我来得还早 你现在要好好地修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记住了 你的命 现在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如果愿力大 你这条命就救了 如果你愿力小 你就来世 你也见不着我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这个灵性 来世非常凶猛 它不但让你的癌症 而且它要让你痛 所以你身上不停地痛 是的 这里痛好 那里痛 那里痛好 那里痛 对不对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你现在后面一个脊柱啊 这根脊柱非常不好 是的 好了 那鱼大概还要放一万八千条 然后小房子 最好叫同修结缘 如果有法师的话 一定要吃准的 要真念的 要好的法师念出来 是好的 有些不是真的 不是好的 烧下去更糟糕 所以尽量靠自己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晚上如果把灯关着 暗暗的 灯点一点 你现在 如果叫你姐姐看 这个脸 就是你身上那个鬼 哦 了解 它现在完全就附在你身上 是个小房子 我要再念几章 大概念几章 先念七百二十章 好的 好吗 你要注意 它现在搞你腿了 嗯 你有一条腿酸痛 站都站不直 是的 鼓掌 明白了吗 明白 师傅我九月一号安排化疗 是第四次化疗 那等于是说 我在做第四次 就会好转是吗 你已经做了第八次了 没有 第四次 我刚刚说第八次呀 是 第八次才会好转 是的 你现在好好念经了 我告诉你 你过去真的很厉害 年轻时候太漂亮 甩人家像玩一样的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一句话 欠人家的一定要还的 所以我们学博人 永远不欠别人的 明白 谢谢师傅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傅 能不能帮我看 我家的佛台 一九四九 属牛 还蛮好的嘛 家里都还蛮有点钱的 佛台还蛮大 房间也蛮大 靠窗户的 是的 对 那师傅 我想问一个问题 家里蛮漂亮的 谢谢 师傅 我想问一个问题 每次我们烧香的时候 到后面 五分之一的时候 都烧不掉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还是 那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 家里有灵性 每一次都烧到 每一根都烧到 后面烧不下去啊 对 香的质量不好 是 好了解 了解 谢谢师傅 那师傅 那师傅 幻香烧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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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有灵性 不可以这样的 明白吗 每一根都这样 有问题 偶然的一两根 那可能是 有灵性 有业障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师傅 还有啊 你们家有个吊灯啊 吊灯 是的 有的 一个很漂亮的吊灯 上面专门有个鬼站在上面 是啊 谢谢 你现在看不出来 晚上你不开的时候 有时候边上个灯开的 走进来就觉得 哎呦 吓吓的 那师傅 我该怎么做呢 该怎么做 现在的灯很便宜的 有节能灯 经常开这么就好了 好 节能灯开着就可以了 你们 听得懂吗 师傅 那我的功课要怎么念 功课啊 对 好好念 大悲咒心经理佛 小房子可以了 可以 好好点 多喝水啊 好的 好的 谢谢 要多 身上毒气很重 你的肝要多喝水 好的 明白了吗 你的肝过去受过损伤 我讲一句话 你不要不开心 好的 年轻的时候 有一些不好 喝酒 是的 是的 鼓掌 我看到你年轻的时候 很漂亮 不做好事情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修 那个是老爸要练习酒档啊 我们原住民台 台 那个台 台湾原住民 最好不要去怪别人 一切因缘果报 都是自己造 记住了一句话 你投胎投了老爸这里 让你做这个事情 也是你自己的业障 不怪别人 怪自己才能精进努力修行 怪别人了 自己不会努力了 听得懂吗 是的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好了 感恩 南无达 大悲 救护 救弹 广大灵感 观世音 菩萨 摩萨 感恩 十方三十一切 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 是鲁俊鸿 台长 我是1964年 鼠龙 等等啊 六四年鼠龙的是吧 对 看身体是吧 对 身上长东西了 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三个地方不好 一个是 这一段 还有 前列腺 和 肾脏 都有小东西 你要记住了 你 现在身上 我看到的 有一个老人家 一直 趴在 趴在你的背上 我不知道 你做梦 做到过 一个老人家 没有 因为 他现在刚刚告诉我 他看过你的 做过我的 父亲 看见了吗 你必须 要把他超度掉 否则他会把你 带走的 我告诉你 你对你父亲 应该说 还算不错 但是 你是讨债鬼 你给你爸爸 惹了很多祸 他现在 就是想把你带走 我可以讲给你听 你爸爸的形状 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站在你的 背后 眉毛浓浓的 当中有空间 眼睛 有一点点爆出 鼻子蛮高的 对 你赶快给他 烧小房子 先给他 烧 93张 93张 你能 放生吗 我得病以后半年 我已经放了 13万条鱼 13万啊 对 怪不得 你毛病有好转 你要当心啊 你家里还有灵性啊 我家里 你家里啊 你回到家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 房顶上有声音啊 我好像 右面 走进房间的右面上面 右面上面是 好像靠近厨房啊 厨房的上面 我没太在意 像一个爬的 爬行动物 我跟你讲了 你晚上就听到声音了 你赶快给他念 36张小房子 会不会念小房子啊 会 许愿吃素了没有啊 我许愿吃全素 终身不杀 什么时候啊 我 7月29日 给菩萨洗的大院 7月29号 对 刚刚 看看 哪会种下去的果子 怎么快 这么快就长上来啊 要有一段时间成熟的 肝布也不好 对 你肝上有个囊肿 对 我现在是从上海医院 住院 我转程来赶到法会上 看你可怜 师父 师父叫观世音菩萨 加持下你吧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不过你要答应台长 好吧 放生呢 是蛮好 所以菩萨给你演点瘦 但是你小房子 但是你小房子 可能要一千两百张 是我自己念一千两百张 我不管你 一定要好的 眼睛闭起来 感觉一下肝不舒服吧 舒服 热不热 热 我告诉你 已经给你加持了 菩萨 你回去之后 再去验验看 指标会下来 但是好好念经修心 还在 过去也是欠女人在 是我情世 前世今世都有 不要假装没有 你老婆在下面 是不是了 对 我会不知道 还假装看一看 今世没有啊 我对我老婆很忠的嘛 对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老婆很好的 赤胆中心 她是上辈子欠你很多 你好好努力 你这个人呢 有贼心没贼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老婆要打人啊 你不好好听话 你做这种事情 她会打包了一个头啊 我老婆先在台下做义工 是吧 对 好好努力 年轻的时候你太漂亮了 不是太好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人救不了 就是没学佛 你去看每天死多少人好了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闻到佛法了 也是你老婆 把佛法讲给你听了吧 对 好了 要感恩老婆了 对 真的 做人自己要感恩的 很好了 明白了吗 是我想问一下 我 我的功课 现在是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四十九 礼佛五遍 四小周四十九 我还需要在家调整吗 礼佛几遍了 五遍 五遍啊 对 可以了 可以 多喝水 多喝水 好吗 然后你要记住 你多喝点大杯水 家里有佛台不了 家里有佛台 要大杯水啊 我家里的大杯水 几乎都是每天早晨 第一件事就是要喝大杯水 你记住了 你现在的命 严寿了 所以你暂时死不了 恭喜你了 师傅 我想 还有一个 想 就是说 我现在在做化疗 是做第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两次 刚做完 我就来到法会上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在 这个八月十号 开始做第一次化疗 之前 我是拒绝做化疗的 我是 就是对心灵法门 深信不疑 就想来到法会上 请师傅 开示 给我开一下 我已经刚刚给你加持了 对 我告诉你 你再做一次到两次 再化验一下 指标下来 你马上就跟医生说 我稍微保守疗法 但是要是你以后 再做坏事的话 我讲的坏事 你肚子里都清楚 如果你以后再做应事的话 我告诉你 死得更快 跟你讲话听懂吗 听得懂 我帮你 求关心菩萨 你要对得起师父的 整天帮你们背啊 这些人 我的业障 我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你背得动吗 背到棺材里去了 好好听台长的话 坚决不能做坏事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心里有愧啊 还有一个 就是 再大概一两次 跟医生好好商量 指标只要下来了 马上跟医生说 我暂时 可以 不做化疗吗 我想 吃些药 医生 现在有一种药 也是像化疗 放疗一样的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在血液里边的 你就不要受这么多苦了 你早知道受苦 你就当时 做很多坏事的时候 就不要这么甜 所以不要这么开心 骨头不要这么轻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在这里也 祈求你 恳求你老婆 放了她吧 她现在是病人 回家不要再去 逼宫训她了 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跟 吃 如果说 再做一 两 就是做三个疗程 或者是做一个 再做两次疗程 大概再做一个疗程 那我要 你大概 可以在 做一次之后 你再去问问 医生 指标会不会下来 你去查一下 就可以了 或者你现在 就可以去查一下 你刚刚 这两天 是不是好了 好了 那么你就知道了 这种事情 我经常帮人家看 当场加持 加持完回去 一做指标下来 明白了吗 明白 师傅就是 我要吃药的话 我要吃多长时间的药 你 我觉得你应该 多吃一点 就是吃到自己 肠胃不要太坏 就可以了 因为会影响 你的胃粘膜 所以你的胃肠胃道 会酸水倒流 这样的话 会影响你的食欲 你人会很瘦 所以你要赶快的 现在你有业障 必须要把它解决掉 所以啊 不要做坏事啊 不是不报 时候会到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做坏事 好好忏悔了 要真的跪在菩萨面前忏悔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啊 人死了就是这么一个棺材了 什么都没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修了 那平安就是福啊 是我最后想问一下 我现在医院 小房子能念吗 可以啊 白天 晚上八点钟之后 念大悲咒 白天尽量多念一点 好吧 好 没什么大问题 求过菩萨了 最近不会死 保你半年 不能多 半年 我没听 保你半年 不会死 但是多了 要看你自己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年夜饭也没问题 好好修了 不要做婴事 你不信你问问你老婆 你这个人肚子里做功夫 很多事情都是婴的 记住不要婴人 婴人很容易生癌症 表面上蛮好 婴人家 非常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改毛病了 好了 还有半年了 没问题了 要想长一点 继续放声 许愿念经 我看他了 他这个图腾 还蛮厉害的 他还是一个 小领导呢 他有官的 好了 我不想多讲了 你自己肚子知道就好了 现在知道 台长厉害 你们就知道了 能救你们就能救你 感恩大四大悲 救护之内广大灵感 感恩心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你要谢谢感恩你老婆 感恩师父 好了 好了 台长告诉大家 那明天晚上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第一场法会了 好吧 那么 明天第二场法会 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修心 好吧 大家好好努力 学佛修心啊 好 大家好好学佛念经 观世音菩萨都在 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的 刚刚不但观世音菩萨 地上王菩萨来了 还有弥勒佛也来了 所以 大家一定要好好念经 学佛修心 真的 你要记住了 菩萨看得见我们 只是我们看不见菩萨 好好努力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这两天 希望大家 好好活在天上 希望大家一定要 好好努力 坚持念经 坚持 好好地修心 爱国爱民 尊纪守法 一定要 把自己修出 一个 真正的 一个佛性出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谢谢大家啊 谢谢法师 法师 要学会 要感恩 大家都要好好地努力 好吗 谢谢大家了 明天见了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的